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那最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在节目开始之前 有一个小问题想回答各位 来到现场的你们 有多少请三个星 张秀赫 看来这个分子我没问题吧 有多少今天来到现场 是想找个土豪回家的 看来你们的目的已经都很达了 好 掌声乐乐乐 欢呼声乐乐收上 你们牵手我们的工作机器 就有点高 所以接下来 要我们一起来喊出 我们节目的国号 交个朋友吧 好 谢谢你们们 欢迎各位来到 打听生存游戏的节目 交个朋友吧 好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阿光 今天呢 国光山色 景色秀美 风景一人 每一位到场的朋友啊 也是心旷神情 不过我坚信 接下来登场各位男嘉宾 也一定会让各位美女们 心潮豪派 在这个环节的时候 大家的情绪没乱啊 就稍微让大家就控制一下 孙总监 苏一辰还没有来吗 我猜他应该一定不会来了 小宗 都是顾总 该点准备上场了 好的 在这些情绪里 我们的男嘉宾顾朝阳 莫短田真心告白 向爱情当中情意消失的 女嘉宾孙一辰发出了召唤 那么她是否能够 极其轻轻轻轻轻 召唤自己的女神呢 阿光 准备开始 让顾总上场 话不多说 赶紧邀请今天的第一位男嘉宾 她就是顾朝阳 你也是男嘉宾 你怎么不上呀 不不不 让她们录她们录啊 她们录你也得录啊 我帮你跟她们说去 走 哎 哎 大教 我是顾朝阳 关于我个人的私生活 之前有过一些传闻 今天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 这些传闻都是不正确的 其实我的感情经历 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我之前 我们之前只遇过一段感情经历 我们之前只遇过一段感情经历 我之前只遇过一段感情经历 应该说是两段 阿光 让顾总确定好数字再说 对不起 顾总 打断你一下 到底是几位 是的 我确实曾经已过两段感情经历 在这两段感情经历当中 最刻骨铭心的 是哪个 最刻骨铭心的那段感情经历 应该是笑话 小沛 谢谢 这 为什么这走 怎么就走了呢 黄兄 你准备上场啊 阿光 黄大盒准备上场 对对对 让我们掌声 邀请出今天节目的 第二位嘉宾的场合 认识一下 阿姨 邀请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叫王大河 就是黄河中间有一个大河 有人说我爱防独子 其实一点不假 我一直以为要见识 因为这二十多年来 我是把我回家族的感情 寄负在这儿的身上 各位随时 跟着我干吗 怎么 今天是想吃了我呢 还是想跟我重温旧情呢 闭嘴 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别生气嘛 你等的人没来 不是怕因我吗 俗话说得好 酒是沉的香 情人是旧的好 我没点朋友为了苏依晨了 苏依晨来不来 跟你没办法接关系 马上离开这儿 既然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那我的事跟你也没有关系 你不要我呢 这儿自然有人要我 我今天就找一个高负帅给你看 你爱找谁找谁我没意见 但是别在我眼皮底下晃悠 我偏不 我上节目找我的另一半 碍着你什么事了 李丹妮我们俩之间是有合约的 你收了我的钱 就不应该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就是钱吗 十万块 还给我 没想到 我还能拿到回头钱 十万块钱 就想买我一辈子幸福 我要是在这儿牵手一个高负帅 这点钱算什么 这本宫要这么强呢 这本宫要这么强呢 什么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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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会的时候我收到自己的 肯定一定要住 那说得好 我这边男女嘉宾都是比较丢秀了 然后组织也是可以的 林总 我找不到李丹妮了 人物已经带来了 我还要替你看见 真的呀 他刚才还在那儿呢 一眨眼的功夫他就不见了 不见了你自己去找啊 你问我干什么呀 对 那我再去找找 天叔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上一次 上次是我有事先走了 这次呀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你不是开玩笑的吗 怎么可能开玩笑呢 我找男朋友啊 就是想找你这样的 那个 你看啊 上一次啊 要不是你提前走了 我怎么会牵手别的女嘉宾呢 你放心 这次啊谁敢问我都不走 我就待在你身边 那我们边走边逛呗 好啊 来 这儿风好大呀 李静怡 顾总 顾总 通知财务 从今天开始 拼发楚天叔的约会基金 这样不太好吧 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的意思是 我们和楚天叔之间是有合同的 这样做是我们单方面毁约 不能听发就减半 每天发二百五 就算要扣他的约会基金 总管有个理由吧 如果你的前男友 跟别人在你的面前腻歪 你能忍受吗 而且这个人 我还得共着养着 现在我虽然拥有了房子 但是没有亲人的陪伴 我反而觉得 房子越大越冷清 特别 对不起 主持人我的话我完了 现在已经没有男嘉宾了 你总可以离开了吧 去哪儿啊 少跟我装糊涂 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 谁走他都不能走 为什么他不能走 因为周博士 是我为了我们的节目 特别邀请来的心理分析专家 有了他的加盟 我相信节目一定会更精彩的 心理分析专家 现在红火的相亲节目 不是都有心理分析专家吗 孙晓鸥 你到底要干什么 顾总 我当然是希望我们的节目 收视率节节飙升 股票价日日飘红 够了 顾总 我这么尽心尽力地为公司 难道有错吗 好好好 我受不过你 也打不过你 我躲开你总可以了吧 好的 那房叔的这番话 至少是感动了我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 心里有没有触动 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 有没有愿意和房叔牵手的 三文一四 到底有没有愿意和房叔牵手的 好 天阳 我们最后倒数五秒 五 四 三 二 等等 房叔说得这么好 你们怎么都不愿意跟他牵手呀 邀请你去啊 年纪那么大了 你去啊 邀请你去啊 去啊 去啊 千九千 我宣布 王大和先生 被小米小姐牵手成功 好 我爸 好 跟我牵手不开心吗 开心 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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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个浪漫的时刻 我荣誓地向各位宣布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 有两对成功牵手的嘉宾 他们关键是 楚天书先生 李丹妮小姐 有请 祝福二位 第一队是黄大和先生 贝小米小姐 欢迎二位 好 好 好 我们讲 也祝福二位 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把掌声和欢呼声 送给台上的四位嘉宾 祝福她的爱心甜蜜 在你后的烟味日 可以一番风寸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 的要求教导大家 今天开始为了我们节目的 这个互动性 我们特别邀请到 著名的心理学博士周冰冰女士 作为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 来 掌声有请周博士 大家好 我是周冰冰 很高兴 能来到这个节目 今天很恭喜两个嘉宾 可以牵手成功 我希望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 希望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 希望大家一起 在爱心中小孩 祝福也好 赵妖精 你一个人在这儿站着干吗 颜美少女啊 看她呢 她像个孤独症患者一样 坐在那儿 有时候想一想 顾朝王这个人也挺可怜的 有什么好可怜的 还不是自找的 好了 别看了 我们走吧 干吗呀 过来 你看那个人 是不是苏依晨 太远了 看不清楚啊 没想到她真的来了 你来了 我来了 虽然有点晚 但总比不来了 好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那你能给我 我想要的吗 试试吧 我牵手了 晓鸥 等我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共同见证了 两对星人牵手成功 同时我们的节目 也要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现在我要正式地向大家宣布 我等待牵手的女嘉宾 已经来到了现场 她就是苏依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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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